大家好 今天是4月25号 昨天我们评论了路透社关于金正恩身体状况的报道之后 又有一些新的情况出现 中国 韩国 日本 朝鲜的媒体都对金正恩的状况有些最新的消息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是朝鲜的建军节是两个建军节之一 今天本来应该金正恩出席有关的活动 但是今天一天他没有出席 同时韩国的东亚日报又发了一个报道 说朝鲜正在准备一次发射导弹的演习 那么这个并不意味着金正恩身体健康 因为这个报道也说了军事的领导人 其他的将领出席观看导弹的演习也很正常 只不过是这次导弹演习 就是为他们的建军节来壮胆 壮威 那么我们看到 大家讨论的比较热闹的是一个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的《现代周刊》 他的主编引用一个中国的医疗界人士 说这个中国的医疗界人士 他对金正恩的状况非常的熟悉 甚至有可能中国的医护人员 还参与了抢救金正恩的整个过程 那这个中国的医护人员就说 金正恩他是在四月中旬 他视察地方的时候突然患了心脏病 然后随从的医生就把他送到附近的急救医院进行急救 同时又叫中国的医生赶快来朝鲜 但是他们肯定是等不及中国的医生过来 在这个中间他们就赶快做心脏大桥手术 心脏大桥手术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术 实际上根据脱别者 就是从朝鲜跑到韩国的很多的医生证实 在朝鲜这个大桥手术不难 已经实现了他的成功的实施 那么原因是金正恩太胖 他在这个支架的时候就出一些问题 在一个动手的这个手术的医生太紧张 因为做高领袖要动手术 万一出个差错呢 那他的人头就要落地 所以导致在做大桥手术的时候 本来是一分钟 他结果延长到了八分钟才做完这个手术 导致了脑部的工学出现不足 然后脑部呢 他的功能呢 马上就休克 所以那他一下就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植物人的意思呢 就是只能呼吸 只能做些新陈代谢 但不能说话 没有任何的动作 所以说金正恩已经脑部死亡 已经成为一个植物人 这是日本的现代周刊的一个报道 那这个报道呢 很多的媒体都广泛地在传阅着 那么日本的一个评论家 他呢 在日本呢 还是小有名气的 他有一个评论 他说呢 金正恩 他是在去年十月份做了一个抽脂手术 就他太胖了嘛 因为这些脂肪本身就是病灶 所以抽脂 但是抽脂手术失败 失败了之后 导致呢 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更加的加重 在四月十二号 做这个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 确实出了状况 然后四月十五号 他就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彻底的给昏明了 那么四月二十五号呢 也就是说今天早上 他中国的医疗队赶到朝鲜的时候 已经确证了 金正恩已经是脑死亡 已经是植物人 这个呢 就是日本的一些媒体的报道 还有日本的一些评论人士的报道 总而言之呢 他们都公认金正恩已经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那中国新华社有一个报道 引起大家广泛的注意 就是他报道了朝鲜的内阁总理 金采龙的最新的状况 他说了金采龙呢 去朝鲜的矿山水利工程呢 进行了视察 这是特别少见的一个报道 因为中国的媒体一般就报道一下金正恩的情况 其他的官员呢 从来不报道 但是突然呢 报道金采龙的消息啊 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金采龙这个人呢 实际上就代表了朝鲜的务势派 他是朝鲜的一个道 就等于中国的一个省的一个省委书记 然后从省委书记的职位上 直接把他提拔为内阁总理 这是在朝鲜历史上也是很见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在当地他搞经济搞得不错 所以他是一个务实的经济派 有人说他是一个改革派 所以他是在去年呢 比提拔为内阁的总理 那他呢 外地视察考察 然后中国的新华社做了广泛的报道 当然朝鲜的媒体啊 也做了报道 就是在今天呢 根本没有金正恩 他的现在当下的一些照片活动 但是有这个金蔡隆 他去视察的一些照片视频 所以说先是朝鲜的媒体报道 然后中国的新华社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了 但是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的呢 就是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呢 发出来没几个小时 他自己删除了 我搜索的时候根本搜索不到 但是新浪网啊 那凤凤卫视啊 转述新华社的报道还存在 这个情况呢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现在朝鲜的政局啊 仍然非常的混乱 仍然还没有确定 到底谁应该是接班人 到底是金余正 还是金平一 还是一个集体领导 到底是保守派继续执掌 还是改革派呢 重新进行集体的领导 现在呢还在未定之中 当然呢 更多的看法呢 认为呢 是集体领导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呢 朝鲜的媒体啊 也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异动 就是呢 有一个叫高丽观察的推特啊 这个人呢 可能是在韩国 他懂韩语 他不断的发一些 有关韩国的消息 我是非常注意 他说呢 在4月17号的时候 朝鲜的电视台突然 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 叫女生日记 这个女生日记呢 以前呢 曾经演过 后来给查尽了 不让播 原因是什么 这个女生日记的女主角 跟张成泽就是 竞争人的姑父啊 有然 可以说是张成泽的小三 正是因为他是张成泽的小三 张成泽一出事一笔枪笔之后 这个片子啊 就给禁播了 但是4月17号 他突然又复播 他突然又开始演了 那这个信号就很明显 就是张成泽的这派势力呢 有可能复出 那张成泽呢 就是金正恩的姑父 他的亲姑姑呢 在今年年初冲结上 也是与金正恩在一块出现了 有人说呢 他的姑姑给自杀了 但是在今年冲结 他也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连续剧给推出来呢 表明了张成泽失利 有可能付出 那么张成泽的事情呢 大家非常的清楚 他呢 这个思想各个方面跟金正恩不一样 他是关于核武器 有关经济的开放 他是走在这些改革派的前沿 但是呢 我们知道2013年呢 突然在一次高层的会议上 金正恩派他的宪兵呢 当着这些所有代表的前面 直接给抓走了 那场面是非常恐怖 起到一个杀意近白的情况 然后呢 进行了正式的审判 审判的时候 张成泽承认 他要发动政变等等 最后呢 把他给枪背 有人说是权绝了 有人说塞到大炮里面了 反正张成泽呢 给干掉了 张成泽是金正恩的姑父 后来呢 日本的NHK有一个报道 说呢 张成泽真正被杀 是因为他 把他的一些重要的想法 告诉了胡锦涛 他在见胡锦涛的时候呢 悄悄的就对胡锦涛说 金正恩这个人呢 不可理喻 非常的疯狂 他也不是经济改革派 只能把朝鲜带到死路上去 所以他希望金正男 能够取代金正恩 也希望胡锦涛 中国政府能够帮助他 实现这个政变 当时胡锦涛呢 没有回应 胡锦涛呢 也保守了秘密 但是呢 他们的谈话 比当时的周永康 派部下给录下了 大家知道 胡锦涛是在周永康呢 非常的嚣张 根本不把胡锦涛放在眼里 他肯定也监听了 胡锦涛 跟张成泽的那些谈话 然后呢 周永康就把这些谈话呢 又秘密的通过渠道 直接送给了金正恩 所以金正恩看到这个 龙颜大怒啊 一下就把张成泽抓起来 而且呢 在2013年处死了张成泽之后 就谋划 暗杀 金正男 后来我们知道2017年 在马来西亚国际机场 金正恩呢 也别给暗杀了 所以金正恩这个人呢 是非常糟糕的 你看着他 把他的亲哥哥 亲姑父都杀 所以这个人不可抵御啊 非常的残忍 疯狂 这样一种人呢 待在最高的位置上 那完全是不可控制的 那这个事情呢 也说明了张成泽 他实际上 本身就代表了一个 朝鲜内部的改革派 那他跟他有关系的 这个女主演呢 他的电视连续剧付出 也说明了 对张成泽的问题啊 出现一些顺动 就跟了中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平凡了很多的冤假错难 以前的一些禁书呢 也开始一个一个的恢复一样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信号 因为在共产国家呢 这些文艺作品 那很有这个政治性的 他的这个播出 那就代表了某个政治势力的付出 你比方说 赵紫阳时代 最有名的电视连续剧 就是和尚 正论片 那和尚如果现在突然给纯播了 那大家肯定知道 赵紫阳势力呢 肯定会付出的 那我们知道当时呢 姚文元凭这个海瑞罢官 那就 毛泽东呢 就开始掀开文化大革命 就开始整肃 刘邓势力 所以这些文艺作品呢 在共产国家是很有政治信号的 那么这个女生日记的播出啊 确实也代表了 这些经济改革派张成泽势力啊 重新起来 也说明 金正恩呢 在有可能脑死亡 成为植物人之后 这些实力派开始崛起 那么呢 现在综合各方面的消息啊 我是倒相信 可能朝鲜呢 会出现集体领导 一个是美国 中国都希望朝鲜呢 朝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呢 逐渐的实现文化化 因为和这个东西呢 对两国也威胁太大了 第二个呢 朝鲜施行中国一样的经济开放 如果你政治上还保持这个状况的话 一党专制 像中国的话 那可能还能容忍啊 但是在经济上 你朝鲜必须要改革开放 所以呢 他们不惜望金正恩呢 继续搞下去 希望呢 有一个领导班子 集体领导来实行经济的开放 那么金鱼正这个人 如果当政的话呢 这个女人呢 成为一个反复无常的 没法把握的女独裁者 完全有可能 所以呢 美国 中国都不会放心金鱼正 他们可能放心的呢 就是金正恩他的叔叔 金平一 因为这个人呢 性格比较温和低调 不是那种不可理喻啊 非常疯狂啊 粗暴啊 不是那种人 所以金平一 他可以容忍很多的人 金平一 还有张成泽的一些势力 还有现在的著名的 经济务事派的代表金才龙 还有一些将军 他们形成一个集体的领导 然后引导朝鲜 走向改革开放 那么这个是 中美两国啊 都是喜闻乐见的 都是希望呢 达成这个局面 所以呢 我想呢 各方啊 都在朝这个方向 在努力 那么但是呢 这样一种政治的局势啊 也不会是 马上心想事成 中国想推出这个金才龙 所以呢 新华社报道了那个消息 但是呢 朝鲜的政政局啊 也是各方势力 正在角度之中 所以呢 局势没明显呢 所以新华社一报道之后 他就自己呢 又删除了 所以呢 在这个政区未明显之前呢 各派的势力 还在角注 韩国呢 表面上很平静 说这个朝鲜没有一顿呢 除了他的国防部长之外 其他的任何人 口也非常的紧 那美国也是口非常的紧 现在就是日本呢 在不断的在那里 说这个是植物人啊 脑死亡等等 从这些所谓的情况来看 那么 金正恩呢 肯定 出了大问题 他可能没死 他不想很多人呢 一开始就说 金正恩死了 挂了 那些都是 毫无这些证据的 毫无新闻线索的 金正恩呢 最有可能的 就是做这个手术之后 处在病危状态 有可能他是植物人了 脑死亡了 而且他的接班问题啊 现在正在处在火热的角斗之中 到底是金正恩比较中意的 他的妹妹金玉正执政呢 还是有一个无视派改革派 有中美两国势力 共同支撑的一个集体领导 来出现来接班呢 目前呢 局势仍然不明了 所以呢 我们还会继续的观察 继续的来评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订阅宝声传媒 再见 ordinary 效 fluctuations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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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评论